我们刚才在路线搜寻这里 当然了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点到某一站点进去 这里还有一些 我们觉得 就是跟各位讲一些比较常用的东西 我也每一个都讲 像比如说显示经过路线 有时候就是说 你不知道它大概会是什么的绕法 怕有时候它会绕太远了 坐这个车可能会绕太远 那你可以看一下显示经过路线 OK 然后 这是等于说 其他的 我还是用倒姜这附近好了 用倒姜 护销 OK 显示经过路线 OK 这里你看 有哪些车子 它其实那种路线这两个字没有那么好 显示经应该说显示经过的车号 在倒姜护家这附近 有这些车子 有这些车子 OK 然后 然后每一个车子大概到倒姜护销前大概还有多久时间 OK 所以你有可能你不是只有一班车可以坐 像刚才的那种指导法 我们只能查那一班现在快到了没 然后到时候我要再看另外一班 你要再跳出去 然后再打另外一个号码再跳进来看 一次只能看一班 那现在这样子的话 今天也许你有两三班车子可以坐 你就可以同时看哪一班车子在差多少 哪一班车子在差多久快进站 OK OK 甚至呢 有时候有一些站 有一些站台 可能快进站了 可是这个 这个到底有没有到我家呢 因为它这边都是写终点 往荣总 往捷运远山站 所以你今天 如果有车子快要进站了 我对这个车子不熟 到底有没有到我家 或者 到底有没有到我要到的目的地 那你就可以赶快点进去 比如说 这个到底有没有 然后呢 接下来 前往路线 马上切过来 然后看看 有没有到我要到的目的地 可以赶快看 看 那个什么 车站名称 有没有到我要到的目的地 想象没有 没有 那当然就没有了 那就是 对 就只能跳回去 跳回去 然后再去看看 反正快到的车子 先查 因为它总是快到了 我到底有没有 有的话我怎么先做 因为不然我的 我原本要等的那个车子 说不定要等很久 所以快到的我就先查 OK 所以这个功能好处就是这样子 所以刚才我们是用 显示经过路线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 显示站排地图 来看一下 显示站排地图 他就把这一辆公车 685这辆公车 会经过的 来我把它缩小 我把这个两个指头去慢慢把它缩小 我就可以知道他在台北市走的地图是怎么样 而且你看 第几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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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名称 他怎么走 放大眼 你看你可以跟着他走 知道说 哦 他是怎么个走法 可以吗 好 所以这样子可以看 每一个细节 他怎么个绕法 怎么个走法 好 所以呢 来 各位可以尝试这两个功能 就是你今天点了一个进去 显示经过路线 是说 有哪几条车号的线 现在会经过我们现在指定的这个 比如说现在指定的是新湖里 我如果要在新湖里等公车 有多少公车会经过这里 那我就可以随时查 快到的车子 有没有到我等一下要去的那个点 先查 那这个显示站排地图 是显示 我现在看的这个685的公车 他的车是怎么个走法 可以知道一下 好 来 各位试一下 好